Hello,我旅播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欢子,欢迎你们收看本期视频 有好几天没更新视频了,其实说句实话,三亚现在的一个旅游情况让欢子有点找不到视频素材来跟大家分享了 因为旅游呢,三亚现在是最缺的是游客,无论是出海也好,或者是酒店也好,或者说是吃饭的地方也好 最缺的都是游客,没有消费者,大家看欢子直播的这个在海边是吧 你会发现海边没有太多的游客在,而且是那些酒店里边,酒店外边的一个休闲活动区在沙滩上 你看不到有游客的,这就是现在三亚一个旅游的情况 当然呢,官方为了缓解这种尴尬的旅游局面,也是放开了旅游的一个条件是吧,要求 也就是说现在呢,是大家到旅行室旅行团的,就是省外的可以到这边来了 呃,凭健康绿码就可以空行是吧 呃,好像是19号的时候是这个开放了 但是北京的除外啊,有来自北京的朋友们需要持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48小时之内的 这是欢子再跟大家去说一下他的一个到这边来旅游的要求啊 那欢子这个视频呢,再跟大家去说一下 在前几期视频里边发了有一个说 大家找这种过冬公寓包吃住的地方是吧 你一定要谨慎低价格朋友们,低价格 为啥我一再的跟大家去说这个情况呢 低价是吸引你的一个噱头 它不存在一千多一点的这种价位能够给你管吃住 你想想一一 一个月三十天一天三顿饭又管吃又管住 一千多块钱在咱们国家现在的一个物价情况下 而且由于三亚呢是旅游旅居城市 它的物价本身就高 它能一千多块钱给你管吃住三十天一天三顿饭 对不对 你想想可能吧 你在自己家里边 你一个月的伙食费多少钱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低价吸引你 是为了让你呢 通过这个低价联系到之后 再跟你介绍其他的 就是拿这个租房来举例哈 比如说这个位置 区位是比较好 而且呢房源特别优 呃配套也到位 他会以一个低价来放到网上 来给你吸引你眼球 等你联系到他的时候 他跟你说啊那不好意思 这个房已经没了 呃由于太抢手是吧 价格还比较低 呃已经租出去了 那我这呢还有一个相同类似的 也不说相同是吧 类似的一个房源 价格呢也差不多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然后呢周围怎么怎么样 他会跟你说 也就是说句不好听话 他是钓鱼的钓你了 用那个低价这个优质的地方来钓你 钓到你之后呢 他给你搞 然后给你一同说之后呢 你感觉啊好像还可以 对吧 哎你就往这 对不对 他是用这个诱饵 然后呢把你钓上来之后 给你引到另外一条道上去 这就是销售的一个 这个手段和套路 真的是这样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呃网上那么多信息 你一千多块钱 他给你包吃住 在那边过一冬 多爽啊 安心虾 哇真便宜太好了 我要去 哎 你一联系 他跟他告诉你 那这个地方已经预定完了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地方 价位稍微有点高 你看看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对不对 就是这种套路 大家一定要清楚 你不要图低价格 对不对 不要贪图这个价低 说实话朋友们 嗯 有个说法叫好货不便宜 是吧 便宜没好货 这就是那样的道理 所以大家呢 就是一定要谨慎 还有一个是办会员的情况 就是这个地方跟你说 我要办会员 会员优惠 对吧 因为你办会员什么呢 商家想让你把钱 从你自己口袋掏给他 他肯定想尽一切办法和手段 让你去把这个钱 心甘心愿地掏出来 但是你拿出来给他以后 他就说了算了 这也是现在这年头 为啥借钱 把钱借出去 你要钱的时候成了孙子 借钱的成了大爷 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谨慎这样的一个情况 慎重考虑 对吧 最好就是赚紧钱袋子 不要随便的把钱掏出去 这是官司再给大家去强调一点 那另外再说一下 就是租房的一个规律问题 现在大家问价格没有意义 为啥呢 因为现在你不租房 比如说你今天问 你可能明天或者是过个三五天 都要来到这边来租 然后交个定金到这边 租了之后就住了 这是可以的 但是你说我一个月 两个月之后才去 我现在问问价格怎么样 甚至说我要交个定金 能不能行 不行 绝对不行 为啥呢 现在的一个价格 不代表两个月以后的价格 你说现在是一个房 一事一停吧 咱就举这个例子 说是一个月两千五 同样的地方 等到旺季来临之后 只要说疫情稳定 北方的人到这边来 人多的这种情况下 你三千一个月 不一定能够租得到 这就是他水涨船高的 一个价格规律 人特别多的时候 他价格就上涨 人特别少的 没有人的时候 他哪怕 说这个 我只要能过上成本 甚至说在某种程度上 我赚个人气的话 稍微搭着钱 我也要做 是吧 因为网上 签可能有一个 什么好评率的东西 是不是 他就说卖出去 你给我做个好评 什么什么的 就是这种情况下 人多肯定价格高 人少的话 他就是说价格特别便宜 现在你去酒店住 或者是到租房的地方 是吧 他恨不得 马上就是把房租给你 只要把钱交过来 就OK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注意 就是现在你问 那个房源价格 没有意义 除非你现在都要租 那什么时候问呢 就是进入到旺季 以后你要来之前 一个周左右 你说我提前早点行不行 提前一个月 没有意义 为啥呢 进入到旺季 人多的时候 你今天问这个价格 跟明天问的价格 都不一样了 它就是这种规律 所以进入到旺季以后 所有的越临近过年 越往后 它的价格是这样 往上涨的 朋友们 而不是说是平滑 或者是往下降 当然除了一种情况 就是疫情再次反弹 人 就是都来不了 这种情况下 所以 如果是正常的 它就是价格一路标准 越临近过年 价格越高 你租房也好 或者是找这种 管吃住的地方也好 它的一个规律是什么呢 住的时间越短 越临近过年住 它的价格越高 比如说你说 我租房到那 我就租过年的一个月 然后呢 我什么时候租呢 就是春节钱 大概一周左右 我在租 这种时候能行吗 行 可以 没问题 只要大家钱高 是吧 比如说 在大东海那边的 那个公寓房 咱就举个一室一厅吧 一室一厅这种租房 有可能你过春节 那一个月租 住那一个月 那一个月可能要一万五或者是两万 就这样的一个价位 为啥呢 他平时就是按月租的时候 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 何况春节的时候人多 欢子经常讲一句话叫 价高者得 是吧 我就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出价钱高了 我就给你 你出价钱低了 然后别人有出价高的 就给别人了 对不对 他就是这样 那你说有那么夸张吗 一房一厅的那种 能租到一万多的一个月 嘿 你还真别不信 那些什么高端一点的小区 新一点的小区 是吧 然后呢 物业啊 各方面环境啊 都比较好的小区 有可能啊 你一万多 是吧 一万五左右 你还租不到 真的是这样 欢子不是跟大家去 在这瞎吃了 你可以广泛的去咨询 了解一下信息 甚至说你身边有那种 做的一个 这类的一个旅居的 是吧 然后你问问他们 往年到这边来 是租房怎么安排的 呃 这个呢 大家 现在信息都是公开的 你在网上可以去搜 欢子呢 跟大家去说的都是 呃 有个词叫干货 是吧 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第一呢 仅身低价 第二呢 是呃 要赚紧自己的钱袋子 别动不动办会员 把钱给人家了 是吧 然后你 给人家了之后 就要不回来了 就是这种情况 所以呢 呃 看好自己的钱袋子 还有租房的这种 你租房现在问是没有意义的 等到你临近租房的时候 一般临近租房 一个周左右 然后它价格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是吧 它会波动 就比如说现在跟你说是这个 呃 咱决力的是旺季啊 旺季你今天问 呃 这个什么 这个什么 租房的多少钱 他跟你说啊 一个月这个3000 3500是吧 啊 可能过几天要3700了 3600是吧 就是它涨价了嘛 对不对 它可能有差异 但是差异不会说特别的大 但是越临近过春节 它的价格越高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规律啊 这是规律性问题 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 都遵循这样的一个淡忘记的消费规律 这是旅游城市的一个特点吧 肯定在其他地方也是 但是三亚的作为旅居呃 避寒的这种 又加上说在那边过春节之类的 这个综合因素考量可能比其他旅游城市 这个消费规律会更明显一点 是吧 所以大家弄明白这个问题之后了 你就知道啊 我什么时候该问价格 我什么时候该预定 呃 还有一个管吃住的地方是有些地方不能够预定的 为什么呢 它只冬季旺季营业 它夏天淡季的时候就关门了 现在还不到旺季 不到冬季 它没有开门 没有营业 所以大家没办法去预定 呃 有些呢是常年营业 你比如说欢子之前跟大家老提到的说 网总的这个盛响是吧 品牌的这个康阳 他现在呢就是可以接受预定 因为他常年开业 常年营业 呃 大家等到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日程安排 呃 到这边来 可以办理你预定的那一个 店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办理入度是吧 所以呃 现在呢是可以 但是多数的这种地方还不能够预定的 这是它的一个情况 还有欢子再说一下 有抖音的朋友们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三亚欢子 然后收看欢子在抖音上面给大家拍的视频 呃 在金字头条和西瓜视频会更新长视频 在抖音会更新一些短视频 有抖音的朋友们可以搜索关注一下 欢子现在呢是八月份做直播的场次会多一点 每天下午的五点半到六点这个时间段开播 有兴趣看直播的朋友们可以去呃 关注一下然后收看欢子的直播 在金字头条和西瓜视频都可以收看 只要是在直播的时间 然后大家去到直播间可以跟欢子一起互动 然后呢了解一下这边的旅游情况朋友们 这是欢子跟大家去分享这么多的吧 好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欢子的往期视频节目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